大家好,我是曹云平,今天是2020年的10月16日 今天呢,我想做一个声明 在此之前,2020年的1月23日 保际市公安局高清风局对我取保候审 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我取保候审 此后呢,他以不许可我离开取保候审地保际为由 将我空在这个地方 到现在为止已经马上10个月了 我首先声明我当然是无罪的 因为我肯定没有去做 即便是中国刑法当中规定的 符合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所要求的那些要件的那些行为 其次呢,我去2019年12月8日去厦门这个事情 从此也就是去讨论一些关于律师职业的空间 社会热点事件和公益法律的一些经验交流 完全是在践行中国县法赋予的公民的严重自由的权利 从来根本不存在去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这样一个行为 我们这些人的所做的这些事 包括自2013年以来 虽然我自己很惭愧 但是被别人称之为所谓人权律师做的这些工作 虽然都是点滴的微小的事情 但是自豪的来讲 我认为我们是在推动这个社会的进步 或者作为一个公民 进到了对身边的这些同胞和社会的义务 所以如果我们不是被奖励的话 也不应当被如此对待 所以我们根本没有犯任何的这个罪过 那么目前对我采取的这个取保候适 当然就是错的 此前对我启动的这样一个形式侦查手段 以及程序应当立即撤销核废制 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去自行决定这个事情 在过往这些时间 我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是希望以时间去换空间 我因为没有枪 没有办法像鸟一样飞翔 飞离这样一个国土 所以我只能接受这样一种安排 尽量去避免冲突 我希望的是在2021年的1月23日 这个一年的取保候适期满的时候 我能够真正的恢复自由 但是呢 我虽然抱着这样一个目的 而且我认为这样一个事情实现的可能性很大 因为真的是没有做什么事 但是我认为还是存在一种可能性 就是比如说他们到时候给我继续延长取保候选 比如说案子到了检察院或者法院 他重新给我办取保候选 或者说将我重新收押 或者将我这个案子起诉到法院之后 判处我相应的罪名和徒刑 这种可能性虽然很小 但是依然是存在的 尤其是最近的一些情况 让我对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又多了一丝顾虑 那么我就觉得 有必要对我过往所录的这200多期 在我取保之后 记录我被取保之后生活的日志做一个总结 以及对我后面的相关的情况做一个声明 那第一点当然是我无罪 第二点就是我在被追溯的这个过程当中 受到了保吉市公安局的严酷的酷刑 我被锁在保台宾馆招待所的房间里面的老虎凳上 每天24小时10天的时间 这是一种极端的酷刑 对我造成的伤害是我右手的食指和无名指到现在 依然是麻木的 没有知觉或者知觉不正常 此后呢 他们结束了对我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但是在取保候选期间呢 不断的派警察来骚扰我 每天早上要给我打电话 每周呢都要跟我见面 还行事和行政传唤过我一次 在执经区所监视居住期间呢 对我所做的笔录一共有16次 这些事情将我所有的涉及社会关系 网络言论 所办的案件 出入境 全部搜罗了一遍 但是并没有找到 关于我涉嫌犯罪的任何证据 但是对我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控扰 将我所有的这些朋友圈和我的法律公文单位当中的这些员工 让他们受到了极大的这个伤害和骚扰 也影响了我正常的生活 这十个多月我没办法出去呢 让我没办法和家人团聚 也深深的伤害了我现在的这个身体和精神 我现在是处于一个经常失眠 特别无法集中注意力去做事的一种状态 虽然我不断的去努力调整 但是确实这个很难根除 那么一旦出现 我真的又重新失去自由的状态呢 我想声明的是 我不会去自杀 我也不会去自材 我目前虽然说很焦躁 但是我没有致命性的重大的疾病 我也不接受官派的律师 我自己已经自行委托了律师 那么我也希望看到这个视频的我那些家人 朋友 亲戚 能够理解我 就是我从来不是以一个反抗者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 我所办的这些案件呢 我是希望能够真正达到当事人满意和尽量不要起冲突的这样一种效果 我所做的这些事情呢 不管是希望那些被受冤屈的人能够得到清白 还是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这些案件当中 能够通过一些判例去反对歧视 让真正的实现机会平等 总之我尽到了我一个作为法律人 作为公民的一个义务 那么我现在受到的这些对待呢 不是我想要的 但是也不是我能决定的 我如果因此失去自由或者甚至失去生命呢 我当然是最大的受害者 但是你们也因此肯定受到波及 我很抱歉 我也觉得有一定的悔恨 但是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在我 我希望你们都好好的 我过往没有实现的 能够去让你们因为生命里面有我而更好 更快乐的这样一个愿望 我希望在我重获自由之后 能够继续实现 我们大家都多把重 好 为了不愣悲情呢 那就今天就先到这里